蝴蝴蝶 大家好,今天找了一隻Movado,前面這一隻 這隻呢,如果很嚴格來說 就不算是最最初的Museum cow 因為它是變了一點 你看到這裏是不是有兩隻蝶? 即是中間的位置是淺一點 但如果問誰來說 其實也算的 我覺得也算的 又不應該那麼嚴重 也算是Museum Dial 這隻有什麼特別呢 我發覺 我印象中Movado的建築 又不算很便宜 前陣子有個網友問我 我好像拍過Movado 他應該問我是Movado高一點 還是Tensor Hamilton高一點 那我就回答他是Movado 即是他講的牌子 牌子的定位 Movado應該是高一點的 因為算是中價 Movado也算是浪琴那種的範圍 給入門級 Hamilton 天梳 要入門級 是高一點的 我印象中他有些石英錶 都是借近一萬元的 可能有些功能 或者殼有些特別的處理 那如果呢 一隻機械錶有少少功能的那些 可能有個GMT 或者世界時間那些 是借近兩萬的 是萬九 即是萬到尾 然後兩萬宗 至兩萬宗 這些這樣的範圍 所以我印象中 Movado的牌子 起碼定價 都不會太便宜 即是 即是五千元 附近 即是好像買不到東西 即是五千元是沒有東西買的 沒有東西買的 那些石英錶都是六七千開支 但原來是有例外的 給我找到一隻 真是 一隻 七千三的定價的機械錶 那不是石英錶 有些都是這些價錢開波的 那 還有是鏈帶 還有一個這麼乾淨的面 那面就是這樣 一個 圓兜型的一個 icon 一個太陽 下面有 但是沒有Red Label 它有些機械錶有個紅字 那這個就沒有的 全部都是我這樣看 是銀字 所以也是最簡單 最正常的針 Dolphin Hand 那 後面就 不透底 但是是機械錶來的 事實上是機械錶 用四顆螺絲鎖住 但是那個帶 就可以拆出來的 就不是傷死的 你可以拆出來 就配其他帶的 那帶的造工都不錯的 那麼前面 就是中間那一節 就拋光了 它的造法 就跟一般 你看到那些R字頭不同的 那麼這裡是兩件的 這件是公字型 那麼中間 長方形呢 是兩件 但是當然 拆不開了 改帶也是這樣 這樣改 這裡就不可以再拆開了 但是你看到 如果這樣做法 就是多了一件東西 那種弧度會更加 可以變化大一點 因為多了一個關節 越多關節 那麼你轉彎的可能性 一定會高一點的 那麼一個蝴蝶扣 那麼今天就 啊 主要是 便宜啊 這隻錶 特色就是 那麼還有一個都幾 都幾帥仔 那麼今天就介紹這隻 7300的Bavado